《串氧三维》成立于2014年 我们在深圳 目前公司每年的出货 在海外的话有100万台以上 公司的人员 我们的研发有300多人 同时公司有300多人的研发 有400多的知识产权 和我们有三个生产基地 每个生产基地都有5万平方以上 目前我们的打印机有两种技术 第一种就是FDM技术 像这一款的CLIPER技术的话 FDM采用的是CLIPER 它的打印速度可以提升到4到5倍 比常规的打印速度提升4到5倍 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度过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光化打印机 像光化打印机我们采用的是这种积分光源 积分光源的作用就是让打印精度会变得更高 像我们打印的这种灯头和这个模型 它的精度会变得更高 这两种技术是比较大的技术突破 好的 今年我们针对于市场的需求 我们开发了四款新的一个产品 这主要四款新的产品有 第一个就是像 N3 SE PORO 这款产品它的主要几个特点 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欢 采用音速屏的配套的话 打印速度会提升得更好 第二款产品就像我们 This one Yeah Take a look This one The Simmer D3 这款产品它是一个整机 全封闭的一个整机 它可以做更多的 更争取于准工业绩市场 第三个产品呢 就是我们的N5 N5产品的话 它是继承于N5 SE 它是继承着这个N5的经典款 这款产品的打印速度也变得更高 每秒钟可以实现 250毫米每秒 第四款就是我们的第四 CR-M4 这CR-M4它打印尺寸会更大 然后更好的满足市场的需求 也是继承了CR系列的一款经典的产品 这四款产品是我们带来的最新的一个产品 欧洲市场对于公司来说非常的重要 然后我们这次展会的话 可以在展会现场 我们见到很多的合作伙伴 和我们的中单用户和消费者 这样的话更加的拉近了我们跟消费者之间的一个距离 同时在欧洲的工业制造 其实还是非常的发达 我们畅养三维在欧洲的话 开拓这个市场 我们会发现用户 对于我们消费级3D党级 准工业3D党级的喜爱度 还是非常的好 在未来五年里 我们还是坚定不移的 去深根于3D党级行业 尤其是针对于消费级3D党级这个行业和领域 在消费级3D党级行业领域 我们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开拓 比如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的速度 更好稳定性的 更好体验感的一些产品 同时创业三维也会在准工业级 及工业级产品上面做一些布局 像我们的Simple D3的产品 就是在准工业级上面的一些布局 我们同时有DLP的3D print 和我们一些大尺寸的颗粒料3D打印机 我相信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一些体验 和更好的一些产品 未来创业三维也在欧洲市场的话 我们一定会做的更多的一些好的产品 来回馈我们的消费者 谢谢